明年全球景气动向不明 政府调整了明年的基本工资之外 劳保费率明年将调升到12% 整体可以为劳保抑住超过206亿元 但对于填补劳保财务黑洞 学者还有专家都认为说犹如杯水车薪 因为劳保跟国保有同样的问题 如果需要多缴少林晚退休的话 又会有多少年轻人甘愿缴更多的保费呢 我们生活压力会更大 那当然你这些必须所付出的费用 越来越多的话 相对我们薪水也没涨 那这样子相对的 对年轻人来讲会很辛苦 越来越辛苦 尤其是最近通膨那么严重 我们是希望能不要调 就不要调会比较好 可是它那个是既定的调整形成 对啊 这还没调到之前可以改吗 要修法才能改 没错 劳工保险条例从205年开始 就改为每两年调高0.5% 到2021年 劳保费率已调升到11.5% 所以明年劳保费率将会调升到12% 有雇主的劳工每月将多负担46元 一年多缴552元保费 而没有雇主则要多负担138元 一年多缴1656元 全台58.8万家企业将年增超过114亿元的成本 目前投保约1030万名的劳工 整体可为劳保易住超过206亿元 但对于填补劳保财务黑洞 学者认为犹如杯水车薪 整个劳保的军算负债其实是11兆 整个劳保基金的规模根据最近一次的军算报告 去年年底那其实是不到8000亿 所以这个漏洞其实有10兆3000亿 那所以就是费率的调整也好 或是最低基本薪资的调整也好 那对于劳保的财务的改善 那其实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的 预计劳保基金2028年 也就是再六年就会破产 面对劳保入不敷出 即便明年的劳保基金一口气 波补增加到450亿 劳团代表认为只是延后破产 正本清源之道是启动劳保年改 这样的一个波补 不管是200亿300亿还是450亿 他对劳保整体的年金的财务 的这样一个都是杯水车薪 正本清源之道还是要回到制度本身 当初在2008年通过劳保年金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了今天 他的财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结构失衡的原因了 但劳保年金改革谈了很多年 都因为社会没有共事继续延宕 学者认为财务问题必然是 多缴少领晚退休 我们先解决就是未来 就从现在开始 就是我们缴保费 不要让这个财务的漏洞进一步扩大 让这个费率能够往上调整 调整到16.27 OK 那现在我们的劳工保险条例的话 就这个费率上限是12% 至于就是以前没有提拨的准备 那个部分怎么办 那那个部分可能就是工商团体 劳工代表跟政府就应该要坐下来谈 我们是不是慢慢要把以前未提成的准备 把它补齐 OK 那这个部分可以透过就是 也许就是我可以透过一些税收的拨补 但是多缴少领晚退休 有多少年轻人甘愿缴纳更多保费 给快退休的高领者领取 根据保险学者精算 如果政府每年拨补一千亿元 维持劳保基金投资报酬率百分之三点五 同时降低劳保年金给付到百分之七十 可使劳保达到三十年不破产的目标 现在改革还可能来得及 就是慢慢的调整 比较不会让大家感受到 那个整体的改革跟调整的这个痛 政府也应该要拿出魄力 来跟社会说明老保年金的迫切的问题 那朝野这个各政党 也应该要诚实面对这个问题 那当然工会跟整个社会 也应该要面对这个问题 才会让这个制度有机会 可残可救永续经营 另外明年国民年金保费 大涨到百分之十一点七 将影响两百八十万人 每月多缴一百二十二元 学者认为国保跟老保都存在同样问题 第一点就是提拨不足 因为国民年均的平衡费率 就是在计算上算出来那个平衡费率 其实也是十五十六percent 然后二就会是人口结构老化 那加上少子化 不仅对老保带来财务压力 也会对国民年金带来财务压力 无论是国保或是老保 再不处理只会债留子孙 要怎么改善积累的财务问题 考验政府的魄力与智慧 记者黄美琴力纠强 台北三报道